白色電動車 腳輛停在茶行起路下 靠近看才發現出車禍了 電動車左側車尾撞凹進去 地板上都是碎玻璃 還有一大面玻璃 直接倒在茶桌上 白色電動車倒車撞進來之後 直接撞上了這個櫃子 之後再撞倒這個玻璃 導致砸傷店內主管 我們剛才坐在泡椅中 叫大片的玻璃這樣掛 稍微玻璃稍微掛到 我孫子稍微掛到 車禍發生前 茶行老闆的兒子跟國二的孫子 恰巧坐在泡茶桌休息 玻璃整面砸下來 還好只受輕傷 事發後肇事女駕駛的丈夫 坐上駕駛座 把電動車開出騎樓 車身可以看到店家柱子 附著上去的綠色尤其痕 駕駛電動車的是一名 年約60歲的婦人 當時她載著丈夫 準備把車停在茶行前 疑似誤踩油門 一路車尾朝著茶行 倒車往店內衝 他們向店家透露 因為剛考到駕照 跟丈夫駕駛著 剛買來的百位電動車 要到錫子灣練習 路過岩城區用餐 沒想到東西沒吃到 先出車禍 這個你要開進來不簡單 那個很高 不扯的 因為那個斜坡算滿陡的 應該踩滿大力的 店門前還有個小斜坡 想不透路人路邊停車 怎麼會倒車再右轉 撞進店家 恐怕還是跟不熟操作 太緊張有關 這次慘痛經驗 富人想再開車上路 可能得再多練習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